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残经,我是Sani 今天是英伟达财报之后的24小时 本来嘛,指望最支股票今天大涨,稳住大盘 结果高开低走,成交量还在高位放量 今天英伟达的成交金额在美股排名第一名 其次才是常年最活跃的特斯拉 蹭英伟达热点的另一支芯片AMD则一泄千里 大阴陷破位,半导体,消费电子 娱乐板块是今天下跌的重灾区 大盘承压下跌,形态上西浪下跌若隐若现 有点令人担忧,那么大盘会形成西浪下跌吗? 纳斯达克指数在英伟达高开的喜气当中 它也跳空高开,但是纳指高开低走 形成中阴线,收盘还击穿了两条均线 分别是5日均线和10日均线 在一轮连续下跌之后的反弹 反弹高度决定未来到底是形势逆转 还是下跌继续 从今天的走势来看,大盘还在调整下跌的阴影当中 上周以来的反弹被这根中阴线破坏了 后市相当容易反复震荡下跌 而多头想要再重新形成有力的上涨 似乎找不到足够的理由了 之前还指望伊伟达能够力挽困 带大盘上涨 结果他自己高开低走 把大盘给带沟里了 接下去呢,除了苹果要上新产品 鲍威尔又要讲话之外,多头并没有找到多少有利于自己的红微观消息 如果大盘再次跌破13334点,也就是净线位 那极有可能形成吸浪下跌 下跌的目标设定在13000点以下,12000点以上 如果说纳指看着还是心存侥幸 标普阴线对K线的破坏那就更加确定了 今天标普的这一根阴线高开于20日线位置 高开低走之后击穿5日线10日线 K线实体基本确定短线空投行情 标普极有可能破位4335点 并创出阶段性新低 直奔4255点的半年线所在位置 到时一个月前预测的 因为大盘乖离率太高 会有下跌 来一个和长期均线的重逢将会完全实现 英伟达在星期三盘后公布了财报 星期四高开低走 英伟达的业绩大超预期 而且对第三季度收入的指引 也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 同时还在这么高的股价位置 追加了250亿美元的回购计划 好是相当好 股价在财报公布的几分钟之内 大涨了8%左右 但那个是盘后交易 星期四开盘也顺着盘后交易的火爆而高开 开盘价502 开盘价基本上是今天的最高价 高开之后快速下谈 从日线图来看 这只牛股确实涨得比较多 股市的规律就是涨多了跌 跌多了就涨 有一定的周期性 那理解公司的基本面和股价的关系 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股价会有周期性 基本面越来越好 增长率保持稳定 那么股价的周期性就会比较的平顺 它可能就主要是长期上涨 但是再怎么样的好公司 也会有下跌周期 因为股票涨跌是投资者买进卖出的结果 买的人多了 越买越来劲了 股价就上涨了 那当卖出的人多了 没有新的资金买入了 股价就会下跌 其中上涨的时候特别的需要人气 因为上涨需要真金白银来带动 不断的有新增资金入场买入 买入的资金大于获利抛售的股票 股票才会上涨 但是暴跌就不需要资金量有多大了 只要恐慌就可以了 当人们恐慌时 没有新的资金打进来买入 产内的筹码却因为害怕 急着抛售 这时他们发现没有接盘侠了 只要一点成交量 就可以把股价打掉好几个价位 因为从买一到买五 没几个挂单 要下跌非常的容易 因此要大跌是不需要人气的 也不需要增量资金 只要恐慌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上涨需要真金白银 下跌只需要情绪 这是不对等的游戏啊 对应到股票上 什么样的基本面让人们恐慌 什么样的基本面让人们心态稳定 越买越多 涨了还不舍得抛呢 彼得林奇创立的一个指标 叫做PE距 也就是PE除以G 市盈率除以利润增长率 市盈率是静态的 是把股价除以每股收益得到 有的行业市盈率十倍都嫌太高 有的行业市盈率一百倍 觉得是不高 那要怎么评价市盈率到底是高 还是不高呢 你看市盈率是股价除以每股收益 只要每股收益明年涨一倍 那么市盈率就会降一半 现在看一百倍 股价不变 明年的市盈率变成五十倍 后年变成二十五 三年之后 估值降到了十二点五倍 因此在高增长的公司上 百倍市盈率不算高 为了动态的看估值是不是合算 PEG就是个工具 把市盈率除以利润增长率 得到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如果是在零到零点五之间 那么股票相对低估 在零点五到一之间 估值是合理的 如果是一到二之间 那相对高估了 二以上就估值过高了 也就是说一百倍的市盈率 利润每年也能增长百分之一百 那么PEG等于一算是估值合理的 那么我们把它套到英伟达身上来看一看 8月23号 英伟达公布的营业收入穿历史新高 季度营收135.1亿美元 环米增长88% 非GAAP每股收益2.70美元 同比增长百分之四百二十九 环米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八 那市盈率软件上显示的是一百一十五倍 那么一百一十五除以一百四十八 居然是小于一的 套用彼得林奇的公式是属于估值合理的区间啊 涨了这么多了估值还是越来越合理 主要得益于利润的超高增长速度 那么焦点就变成了 英伟达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八利润增长率 是不是能一直维持下去 英伟达的显卡在游戏需求上 目前是存量市场 新增不可能太快了 两年前加密货币挖矿比较火爆 那个时候显卡被当做挖矿工具 堪比印钞机啊 在那个时候英伟达和AMD的显卡 供不应求到处卖断货 那个时候是加密货币淘金热 赚钱的还是卖铲子的人 所以英伟达AMD大涨离波 当时我是参与的 但我没有反应过来的是 AI才是英伟达从2023年开始的增长点 黄仁勋在财报后说 全球各地的公司正在从通用计算 向加速计算和生成式人工智能转型 一个新的计算时代已经开始 本季度 英伟达的云服务提供商宣布推出大规模H100的基础设施 这H100是目前人工智能最需要的芯片 三季度 英伟达还将有GH200型号的 用于复杂人工智能的显卡上市 那人工智能不只是一个概念 而是实际上高速成长的科技革命 在我另一个频道阳光说说当中 我就已经开始易用AI画画 为视频制作图片素材 科技巨头纷纷看好人工智能 不投巨资就很容易被淘汰 这个就是科技行业的特点 科技是不断高速发展 再牛的科技巨头 如果不跟上技术变革 就会很快被超越 所以大家都拼命的投资 最先撞到钱的就是英伟达 公司展望对今年的业绩 还是相当乐观的 至于明后年 还能不能保持一倍多的增长速度 那就不好说了 首先基数时决定的年年翻倍 是相当困难的 这英伟达命已经够好的了 你看他在挖矿热的时候 卖铲子转了一波 屁股还没坐下来呢 就又开始在AI热潮中卖铲子 又转了一波 不过和挖矿这种 必然崩盘的一时热度相比 AI可能会热好多年 英伟达宣布以32.8亿美元 回购750万股股票 那除一下 一股437美元 也就是说 当股价低于437美元时 公司会出手买入股票 这个价位或许是踏空的人 比如说我 买入英伟达的一个点位 英伟达财报后的走势 有点令人失望 最高也没有什么意思 好的公司也要有好的价格 才值得投资 那这边AMD就比较惨了 要说显卡 A卡和N卡是有得一拼 但要PK人工智能 AMD还是跟不上英伟达的步伐 参考了一些分析文章 人们认为AMD有弱点 就是缺乏向英伟达 一直在构建的软件生态系统 英伟达不只是显卡 它提供全球最先进的AI平台 在计算软件AI模型和服务方面实现全线创新 但刚才说到即使是业绩大超预期的英伟达 都能在今天盘中把财报后冲动上涨的部分给跌没了 这说明市场有利好出尽 业绩见光死 获利兑现的一股力量 龙头都不给力 那龙二就更是先跌为尽了 通过观察AMD从132高点下跌以来 可以发现有至少4次大阴线暴跌的情形 奇怪的是暴跌之后 AMD不形成趋势 而是反弹一下再继续暴跌 这种图形有主力维持股价 边反弹边出货的迹象 我看还是小心为妙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